老子希望我们 如果你要得到真正的幸福 你要有温馨幸福美满的家庭 你要怎么做才能够真正得到 如果你人生要真正成功 你要怎么做才能够真正实现 老子的智慧不是告诉我们一些术 不是告诉我们一些方法 老子是希望我们学到智慧 什么叫做柔能克刚 什么叫做不争 但是不争绝对不是消极 如果你能够真正体会到不争的奥妙 做到不争的话 以其不争故 天下莫能与之争 中国如果能够做到 体会到真的这个不争的深意 不争绝对不是消极 不是悲观 如果能够体会到老子所讲 不争的这个奥妙 我们在道德经庙节里面 也都有把它解析开来 不争的奥妙 不争的智慧 不管是一个人 或是一个团体 或是一个国家 真的如果能够做到 以其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你不要用强势要去称霸 真的展现不争 真正能够促进这个社会的和谐 促进世界的和平 你家庭要幸福 人生真的要幸福快乐 希望大家好好的下功夫 体会老子的智慧 道德经的智慧 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一段 太太下班回来 看到这些情况 一肚子糊 你今天下班了 工作忙 你就不能把我洗了吗 咱们俩可是分工明确啊 做饭归我 希望归你 我也工作一天了 我工作也累啊 我每天在公司被同事提供 我会叫我就想安安心心的 连洗个碗都分你的我的 这是婚姻吗 行了行了啊 快把我洗了 快我都没完了 你洗完碗我做饭 要是爱过就爸爸洗了 不愿意过就离婚 我也想能够把你炒了 在你的生命中 本来不是很严重的事情 但是为了这些事情 当然这个也是日积月累 慢慢地积累下来 会因为一些事情就引爆 讲那些话都会很伤对方 所以你看到家庭夫妻的这种关系 本来是很恩爱 但是却演变到后边 我们却常常在伤害 我们所爱的人 到后边 很容易由爱生恨 这个都是用自我 用强势在运作 我们继续看下来 得到了什么 因为他在生气的情况之下 提出了离婚 男人也不想讲什么 就这样走出家门 他还会静下来 到底怎么了 到底得到了什么 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 老婆 楼下超市信息经买一封一 最好是手键 我买了两瓶 我先去洗碗 然后一会儿做完发我喊你 我贴贴撞撞奔想你 什么叫做 有礼走不出厨房 如果你继续在那里 讲礼讲原则的话 他就会冲突不断了 会恶化 这时候 好了不要讲那么多理了 有一方 先柔软下来 有一方先退让 事情就能够 有转换的余地 就能够化解 来 我们 这个再看一遍 你能带走的只有自己 自己的脾气 老婆 楼下超市信息经买一封一 最好是手键 这一段我希望更多难事 你们要学好 学到了是吧 当另一半在发飙愤怒生气的时候 记得 不要想说 你应该柔软了 你应该要先退让 不用讲太多的理 你自己先柔软下来 然后展现另一个 他想象不到的温柔体贴 我先去洗完 然后以后就要把我喊你 我跌跌撞撞奔向你 你也不能一个人离去 老公 为什么每次朝鲜 都知道 因为你不让啊 你不让总是要 有人要先退让嘛 就这样 什么叫做柔能克刚 有些方面 真的你不要在那里一直 讲道理说 你这样你蛮横 你不讲理 你这样不行 我已经忍让你好几次了 那这样 这个就是走向 严重的冲突 分类 到后面就是 离婚 真的大家要学会 柔软 很多情况 不要讲太多的理 这个你要柔了下来 你也要练习自我挑战啊 我看到很多男众 你们都硬邦邦的 你柔了下来吗 练习自我挑战 希望大家要学到活生生的智慧 不认识 不认识 无论如何一起经历了风雨 平淡淡安静静的 因为除了这个家 就没有人再让你了 我确定会来 不是让你收回情 两个人可以吵架 但是吵架之后 一定要有一个人心里头 我愿意统野走 我愿意统一走 你心里头恶 真正的爱 就是外面的世界很残酷 可你还有一个温柔香 人如果能够真正学到柔的智慧的话 你处处你都可以很幸福的 而且很多情况都可以逢凶化吉 你会处理的话 大化小小化五 好好去体会 这是人生活生生的智慧